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年的选秀大会将会在6月23号举行 而联合视讯将会于5月中展开 最近也陆续有球员宣布会参加今年的选秀 首先是本届最强的欧洲球员小岳基奇 就在昨天宣布要参选了 这位身高60尺寸208公分的风味摇摆人 拥有塞尔维亚和英国的双国节 2003年6月9号出生,选秀前刚满19岁 他在去年U19世界杯上靠着场军 18.1分8.3篮板2.9助攻的表现 帮助塞尔维亚杀入四强赛 他在赛后入选了当届锦标赛的最佳阵容 和他站在一起的不乏今年和明年的选秀热门 至于他在联赛中的表现 小岳基奇2021年2月正式升至成年组 在过去的两个赛季 有场均11.7分4.5篮板3助攻的表现 投篮命中率超过50% 三分球命中率为36% 小岳基奇在球场上身材优势明显 技术较为全面 而且有一定的完成度 他的篮球智商和节奏都不错 年龄上有绝对优势 又有冲击选秀乐透区的行情 不过必须要了解 他和绝境队的岳基奇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 除小岳基奇之外 今天也有内部人士透露 肯塔基的跳棋生 前全美第一高中生Shiton Sharp 将会在一周内宣布投入NBA选秀 但保留回归校园的资格 此前外界对于Shiton Sharp是否会参选 一直存疑 因为按照原定计划 他在刚刚结束的赛季 只是跟随肯塔基训练 不下场打球 下赛季才正式下场 但因为其符合参选条件 多数选秀网站 还是把它放在选秀预测中 限于Shiton Sharp的运动能力爆表 基本上也都能排进前十 其实他的参选也并不太出乎人们的意料 既然可以稳进前十 那就没有必要再在大学打一年增加风险 当然作为肯塔基的主帅 凯利·佩瑞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刚刚结束的那个赛季 肯塔基阵容配置良好 每个位置都有两到三名好手 不需要Sharp上场 他用Sharp的身体还没有做好准备为由 想让他多留一个赛季 凯利·佩瑞也可以利用Sharp来进行下赛季的招募 可肯塔基今年收官阶段的挣扎 和封三第一轮就被暴冷淘汰出局 这样让神的Sharp看到世事无常 把握当下才是关键 而保留回归校园的可能性 看起来只是给老帅凯利·佩瑞留个面子 因为脑子没问题的人都很清楚 今年不是选秀大年 Sharp最差也不会掉到乐投区之外 另外肯塔基还有一位球员 刚刚宣布会投入选秀 那就是本届新科扣篮王 尼克斯大前锋OB陶品的弟弟 Jaycup陶品 Jaycup陶品身高69寸206公分 拥有7尺的臂展 和41英寸的垂直弹跳 他上赛季在肯塔基 场均可以得到6.2分 3.2篮板1.1助攻 拥有冲击第二轮的选秀行情 兄弟们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